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乳腺癌 子宫内膜癌 前列腺癌等 因此要减少动物脂肪的摄入 二 蛋白质供给要充足肿瘤高代谢下 癌症患者对蛋白质需求量是平时的一倍半至两倍 所以要多进食亦消化亦吸收的含丰富蛋白质的食物 如蛋 牛奶 肉类 海产和黄豆制品 三 补充适量的碳水化合物葡萄糖是癌细胞的主要能量来源 充足的碳水化合物摄入 可以减少蛋白质消耗 保证蛋白质的充分利用 可以多进食米 面等淀粉制食物 糖水 甜品或营养奶等 四 注意维生素的补充多食新鲜蔬菜 水果 骨类 豆类以及动物内脏等 尤其注意维生素必足的补充 五 改善食与食饮食搭配多样化 在饮食中适当增加山楂等开胃的食材或调料 少食多餐 让患者适当运动健胃 保持心情愉悦 六 适当剂口 剂烟剂酒 剂辛辣刺激 避免食用抑制癌的食物 如烟熏食物 烧烤 腌制 过期的花生等 注意 饮食搭配要因人而异不同癌症患者 饮食搭配不同食管癌 胃癌等消化到肿瘤患者 常出现吞咽困难 胃疼 保障感等症状 以进食清淡少油的稠流制食物如面条 面糊 避免洋葱 马铃薯等益产器 多纤维 粗糙的食物 饮食一定要多样化 以摄入鱼肉 鸡肉 鸡蛋等精细蛋白为主 避免高脂肪 高蛋白食物 无消化系统功能障碍的 癌症病人 可以采用营养丰富 清淡少油 易于消化的普通膳食 患癌的不同阶段 饮食搭配不同高蛋白 高热量 高维生素的普通膳食 食多数早 中期癌症患者的常用膳食 要使食物合理搭配 营养丰富 易于消化 晚期的癌症患者 因身体软弱无力 活动减少 其肠蠕动变慢 容易导致便秘 因此 要多喝水 多进食富含维生素的新鲜果蔬 富含粗纤维的豆类 糙米等 萝卜 蒜苗等产气食物 进食辣椒 糯米 山药等不利于通便的食物 治疗的不同时期 饮食搭配不同一放疗期间的饮食搭配接受放疗的病人 经常会口干舌燥 喉部有灼热感 宜多饮水 保持口腔湿润 可食用一些滋阴生金 易消化 高营养的食物 如 梨汁 绿豆汤 南瓜 丝瓜 海带 蜂蜜 莲子羹 鸡鱼 新鲜果蔬等 二 化疗期间的饮食搭配化疗初期 副作用比较重 饮食应以补水为主 以促进化疗要在体内代谢和排泄 减轻毒性 可食用半流质 流质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清淡 易消化的食物 等化疗反应减轻后 可加强营养 进食高热量 高蛋白 高维生素饮食 三 术前术后的饮食搭配术前应增加营养 销售的病人要进食高热量 高蛋白质 高维生素膳食 肥胖的病人要进食高蛋白 低脂肪膳食 胃肠道肿瘤的病菌术前要安排少渣流食或半流食 以减少胃肠道内残渣 一般病人在术前12小时应进食 术前4到6小时要进水 术后初期一般采用特殊途径供给营养 如静脉高营养 在胃肠道功能恢复后 可以先给清流食或流食 逐步过度到半流食 再到软膳食或普通膳食 术后病人原则上给予高蛋白质 高热量和高维生素的营养膳食 由于患者病情 治疗时期不同 更详细的饮食策略 仍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 医生的建议来制定个性化的方案 切记盲目进步与忌口 此外 癌细胞的增值和转移 很容易让患者快速消瘦 当饮食补充跟不上营养消耗 或是出现营养摄入障碍时 也可在医生的建议下采取营养补充剂 帮助患者快速找回健康